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奇幻片伊娃 埃里克斯是很有名的一位机器人创造者 他发明了很多机械智能的理论 在外飘荡十年的他选择了回到家乡 他的家乡热衷于搞智能化研究 机器人研发中心负责人 朱利亚邀请他回来继续之前未完成的情感智能机器人项目 埃里克斯将办公地点选在家中 他们需要一个小孩作为这个机器人的模型 为此做了许多试验 但是其中却没有一个孩子让埃里克斯感到很喜欢 他感到这些孩子很普通 而平庸的孩子只能做出来平庸的机器人 他打算再寻找一下 每天陪伴着他的是一个机器猫 不是小叮当而是格里斯 过了两天有一名保姆机器人马克斯来到家里 这个机器人虽然性别为难 但是他能干的活还真不少 完全是保姆大厨管家的结合体 丹娜为埃里克斯收拾东西 埃里克斯带着机器猫出去散步 就是这次散步 让他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小女孩 在学生们放学回家的路上 他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吸引住了埃里克斯 那名与众不同的小女孩很明显也注意到了他 两人开始交谈起来 丹娜再次对小女孩进行糖果试验时 小女孩的行为表现得十分有趣 开朗 他甚至称她为变态大叔 他自己群乐呵呵地接受了 这名小女孩就是伊娃 这里既然是他的家乡 自然少不了一些朋友 之前研究小组的成员大卫 邀请他前去做客 实际上埃里克斯的心理是拒绝的 因为在十年前 他离开这个研究小组之后 大卫和他的前女朋友 拉娜两人在一起了 尽管心里是不愿意的 但是表面的样子还是有的 当他到了家和他们喊喧时 从外面风风火火 跑回来一名小女孩 没想到这个小女孩 就是之前自己在大街上碰见的怪诞小姑娘 伊娃并没有说出他俩在之前 大街上遇见的事情 他们吃完饭后 埃里克斯便离开了 她回到家 对机器人模型添加了一些程序 运行时 机器人多了一些情感智能 可这些始终达不到她的要求 第二天 伊娃出现在她家门口 埃里克斯将自己 想让她参加实验的事情解释清楚 伊娃很高兴地就接受了 并且配合埃里克斯做一些实验 伊娃回到家后 将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妈妈 但是她却并不支持伊娃这样做 而且还要求她不再往上上跑 拉娜找到了埃里克斯 两人聊聊天 说说话 她现在是一名大学教授 早就已经不在研究所工作了 相比较下 她喜欢教书 这种平静的生活 同时 拉娜告诉她 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伊万 搅合进她这个实验中 埃里克斯答应了 并且在伊娃又一次来找她玩时 她拒绝了和她一起玩 但是伊娃却是十分的倔强 两人一起玩耍去湖边滑雪 还去爬山到达山顶 埃里克斯开始喜欢上了这个爽啊 快乐的小女孩了 她将从伊娃身上得到的一些情绪 数据输入到研发的机器人中 但是没想到 她和自己生气起来 还产生一些危险的失控行为 这让她感觉到十分的气愤 后来埃里克斯去参加一场宴席 放松一下 中间和拉娜单处相处了一会儿 她问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拉娜表示 自己并没有原谅她 但是埃里克斯却头脑一时 冲动吻了她 拉娜拒绝了她 跑着离开了 这日时大卫从后面走出来 两人在地上打成一团 大卫警告她 十年前她抛弃了拉娜 让她不要再来伤害她了 埃里克斯告诉朱莉亚 自己准备放弃这项研究项目 这研究本该就是十年前 她创立未完成的 既然她选择放弃 朱莉亚还是尊重她的选择 埃里克斯和伊娃告别 她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 直到消息后的拉娜 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情感 跑到埃里克斯居住的地方 将事情真相告诉她 原来十年前 埃里克斯不辞而别 拉娜没有放弃研究 而是在她研究的基础上 创造了智能情感机器人 而伊娃正是她俩 创造了机器人 此时伊娃正坐在窗户处 听到了她俩的对话 惊慌失措地离开了 拉娜便立马追了上去 准备给她解释清楚 可没想到当她追上时 伊娃已经躺在雪地中 失去了意识 给她换了一个智能芯片后 伊娃醒了过来 但是她依旧接受不了自己 是个机器人的事实 更不愿意和拉娜回家 两人在悬崖边拉扯 伊娃不小心把拉娜推下了悬崖 抢救无效拉娜去世了 朱利亚知道了这件事 决定要毁掉原本就不被允许存在了伊娃 但是埃里克斯要自己动手 毕竟她算是自己的孩子 伊娃和埃里克斯以一对普通妇女的身份相处了一天 最后她还是说出了终止命令 亲闭双眼心神俱警 伊娃瞬间没有了意识 也许在另外一个世界 伊娃和拉娜还有埃里克斯 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那里没有机器人和人类的区别 今天的电影就欣赏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我们哦 我们下期视频